港铁屯马线全线开通之后的第二个上班日 早上运作大致正常 其中一个较多人转车的红磅站 早上7点半繁忙时间 人流较昨天同时段多 除了有上班一族 也有不少学生选择屯马线上学 接驳灌塘线的钻石山站 也较昨天繁忙 新启用的土瓜环站和宋黄台站 人流就和昨天差不多 职员在月台指示乘客 有住在附近的学生来试踏新线 因为我想试一下 试完之后看下方不方便 去那个走得比较久的地方 坐39M 今天才是昨天下雨 估计过自己从坐巴士都是 如果计算走的路程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差不多的时间 为什么会都会踏铁滑线呢 那个时间准确了 因为坐巴士曾经试过 本路塞车有交通意外 繁忙时间不想坐得这么迫 乘客也都可以参考案一个 实时估算每卡车厂在客情况的系统 到较多空间的车厂上车 然一个系统也都覆盖屯马线所有车站 屯马线航文田站附近 昨晚有架空电纜设备故障 行车时间一度受影响 通宵长收之后已经收复 无声电视记者曾经报导 欢迎订阅试神经理设备 优优独播剧场